回到事发地点 郭信一的家属站在路口招魂 对于前一晚的事情 其实都还不太了解 前一晚被枪击身亡的死者 55岁的郭信一绰号叫黑人 是桃园黑帮黑人家族的角头老大 而根据了解 黑人家族在90年代崛起 发迹于桃园的南门市场 一直是桃园最大的角头势力之一 其实人数不多 但因为手段很羞狠 在地不少帮派分子 对他们也都退避三分 而郭信一年轻时 曾经拿枪扫射派出所 甚至当年观音箱杀警案的枪支 也是他提供 所以也有黑道军火库之称 郭信一过去以经营赌场 放高利贷和暴力讨债为生 直到2015年 被警方以置评对象 肃清进入监狱 不过出狱之后就非常低调 但在道上的地位仍然很高 2019年桃园发生血英帮车行挟持案时 郭信一在警方的请托之下 出面协调 成功化解救出人质 当时代理刑事局长 就是现在的警政署长黄明昭 2021年桃园发生鲁人勒赎案 绑匪要求一亿元的赎金 家属向郭信一求助之后 双方妥协以五千多万元获释 在地方上视力很大 不过其实在附近邻居的眼里 郭信一非常低调 我们也不知道他是黑道 我们哪知道 郭先生我们哪知道 看起来人还蛮和善的 有时候打个招呼而已 对啊 篮节不错啊 很敦厚啊 虽然早已经低调过日子 但这回被枪击身亡 命丧自家门前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